大家好,我是Nike 今天要来分享包包底部的两种车法 第一个方法是在部呢 宽度两公分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长度两公分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等一下我们要把两个记号连接起来 变成一个正方形 好,两个正方形画好之后呢 接着呢,我们把底部 把底部折起来 折成一个正三角形 记着我们刚刚画正方形的地方 给它对折 就是把你的画的正方形给它对折好 变成一个正三角形 那你也可以想做就是车缝线 对齐我们底部的中心线 对,这样想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复杂 折好之后呢,就把它车缝起来 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去想正方形 要把它折成正三角形太复杂的话 就是你可以想做我的车缝线 对齐我的底部的中心线 好,对齐好 那你车起来一定会是一个正三角形 这个方法主要就是说 你底部的那个三角形 一定要把它折成正三角形 不然的话 你如果折外的话 那它车起来的话 就是会变成不好看 如果你有车正的话 你就会像我影片这样子 它看起来就是非常正 然后不会倾斜另一边这样子 好,那再来换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比较简单 在两侧的两公分的地方呢 做一个记号 好,记号做好之后呢 把底部向上折 折好之后呢 照原来的车线 车缝上去 好 折好之后呢 就把它翻到正面 这一种那个 这个底部的做法 它比较常用于那个 手提带啊 或者是购物带的那个用法 因为它的底部是 就是会呈现一个凹进去的状态 好,那两种车法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那影片内的公分数呢 其实是要依你喜爱的那个公分数而决定 我只是测一个方式给你看而已 好,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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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